艺术酒标描述的就是我们酒庄这个小镇 它叫Pitch Land 所以这一棵树呢就是一棵桃树 然后这里呢就是 这个阿克纳永湖 这边呢就是水上的运动 我们有个朋友呢特别爱水上运动 所以这个艺术家能唱着这个酒标的时候 他画了这些部分 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说 你的朋友去湖里做运动了 他的鞋子应该会在沙拉上 那么把他的鞋子给留下来 所以他就画了一双这个拖鞋 所以很多朋友呢简单一点就记他叫什么呢 拖鞋酒这样很容易移得住了 这款酒呢也是口感是非常好的 那也就是今年的话呢 我们就是这一款 然后他也是2021年也就是获的一个奖项的 所以待会呢大家可以评见到 就是这款了 然后这是另外一款 皮诺布里是很多人喜欢这一款 这也是我们小镇的一个风光 而Robin去过 然后你还拍了很多美景在那里 对吧 所以秋天的时候都是非常美 然后这里有三文鱼回油 它搭配这个海鲜就非常棒 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喝葡萄酒其实会去跟食物搭配 像桃红葡萄酒和这个白葡萄酒 那搭配一些口味清淡的菜肴 比如说鱼肉鸡肉 色拉等等这些呢就很好 那像红葡萄酒的话呢 它搭配一些这个比较有韧性的红肉 比如说牛肉羊肉等等 所以一般的我们会这样来选择 然后另外呢就是这是一个里泽的奥 是也有融合冰酒的一个利口酒 它是18.5度 一般是仓后的甜甜酒 所以喜欢甜心口感的朋友的话呢 就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口感 所以这个大概是葡萄酒的分类 起泡白葡萄 汤葡萄酒 跟到后续的这个激泽的外 好 我们快速的讲完就让大家来品尝了 那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皮诺 那这是雷斯林 这款雷斯林的话呢也是非常受欢迎 因为我们酒庄呢 出名的一个是雷斯林 还有一个就是黑比诺 到后续就还有希拉跟梅乐 好 这些是桃红葡萄酒 2018的Cat 梅乐 然后这款是Greightings 然后甘红啊 这就是黑比诺 这是希拉 这个是梅乐 这些都是在中国可以买到的 这边是2014 然后这个呢是我们农喝了冰酒的 这个泥泽的碗 就跟我们破水用品是一样的 这是包装不一样 这是甘冰白有冰酒啊 然后这个呢是amori也是用农喝了冰酒 嗯 跟这个酒标是一致的啊 但是这款呢是2020年份的了 然后这个是Portico的wine 它的酒精度比较高 我们是有这个blending 就去blending农合在一起啊 这是冰酒 ok 呃 这次呢就是1983年份的 在威廉王和分离上用过的这个冰 呃冰酒啊 好 那我想这就是最后 还没有结婚的 现在运营两则啊 值得纪念 因为冰酒的话呢象征着爱情啊 它甜甜蜜蜜 所以很多那些 呃家长啊 就是到我们酒店了 就想找一些冰酒 然后哎 孩子结婚的时候送出礼物 这确实是 呃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住院啊 那这些呢就是在去年的 一部分的一个奖项的一些葡萄酒 所以下次呃 欢迎Robin呃带着大家一起去到酒庄深度体验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 只是简单的来给大家了解到 然后待会呢 我们可能就自由发挥好了 呃 因为真正的品酒的话呢 可能在酒庄会更多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简单的 你们可以如果有些什么问题 也可以再跟我问一下啊 当然因为我还会给你们 我先离开一下 哦 对 然后我们会再回来 再回来 是不是 好吧 好的 那我们给点掌声这个 Bella好吧 呃 呃 那那我们 我们 我们所有 讲的部分 已经到这个地方了 那所以呢 就 我再次感谢 Mr.Gordon 这个 谢谢这个 Bella 然后现在大家可以到后面拿杯子 嗯 然后我们先可以 尝一尝 好吧 呃 先别喝光了 因为等会回来再听下去 然后 开吃 好吧 然后这边我们就可以同事开唱 好吧 想吃的吃 想唱的唱 想一边吃一边唱也对 好 谢谢 先喝哪一吃 呃 先喝 呃 先 一般先喝蛋口味的 yeah 咖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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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先备推翻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